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一直我为这个家 承担了很多事 真的很累 别人家都是男人当家做主 我们家二十小事 都是他说了算 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我觉得太压抑了 他有什么好压抑的 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 他还觉得我强势 觉得我管得太多 我才觉得委屈了 我希望他能改变 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郑 四十岁来自湖南 出租汽车司机 女嘉宾小冬 三十八岁来自湖南 服装店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来的 我要来的 为什么 觉得生活在家里太压抑了 没得一点地位 你有什么好压抑的 家里面什么大小事 都是我在承担 我还委屈了 大小事他在承担 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些事 因为结婚十几年 对不对 咱要都说开了 那时间就海了去了 我一件一件的事问 好不好 说你们家买房子 当然欠着外债 你不同意他一定要做 是吧 后来这房子买了吗 买了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还个人去买的 我们现在小孩也还小 需要用钱 而且我们在那边 做那个生意 刚开始在那边 做生意嘛 新奇帮助我们 借了一点钱 给我们做这个生意 欠了他们的钱 还没完 这种情况 绝对不能买这个房子 我是为了小孩 以后生活条件好一些吧 现在小孩还小吧 切了外账 可以慢慢还一下是吧 你觉得委屈是吧 我觉得委屈 我说的话 做的事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去年 我还没开出租车之前 他跟他有个表哥聊天 他说我正在跑一个业务 需要两个人结合 一天能够赚过 一千八个钱吗 他听到就是觉得 好像那好啊 那你就带我老公去做也行啊 马上打电话 他说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事了 你马上回来 我说那我这边 这个事情还没完成 要十多天啊 他说那不行了 人家在家里等你了 后面我回来 就是我问了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做了个业务 需要一台车子 没办法 又买了一个新车 买了个新车 我们在外面跑了一个来飞 给他大概半个月 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啊 一天能赚好多钱啊 后面这个事啊 也没去跑了 现在那个车子啊 耽误在家里面 现在马上也要亏几万块钱了 你还说那个车子 别人买个车子 一天都能够赚好几百块钱 你什么事都是三天倒影 两天算吧 你什么事都不做 我想到你半年了 在家里没什么事 给你找个事 我也不愿意去买个车啊 我想给你找点事做啊 等于这生意又完蛋了 生意完蛋了 他现在趴在家里了 车子也耽搁在家里面 卖也现在要亏几万块钱 你是觉得你 他强势 他是觉得你懒惰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做什么事都是 三天打雨 两天算完 从来没有个什么 长期委屈的工作做过 他说说三天打雨 你还能算完 我做的事情 就是不固定 这里有事做 我到这里做了 明天那里做 就那里做了 可是后天没事做 然后我就在家里吧 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 比上班就是差不多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就是三五千块钱 也就是说上班一样 三五千块钱 就这样的 您这个上面是服装店店主是吧 你卖衣服一个月能卖多少 一年大概十多万吧 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 学公交车 以前我们有两三个店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 只有一个店了 切的账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那个架子生一下 可以开公交车 有个三五千块钱一个月 贴补一下家用 然后还有个五血 上个班呀 也只有半天 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